感謝天恩師德 領導點案是慈悲 這位點案是慈悲 這位前嫌大家晚安 晚安 我們 莊子講到哪裡呢 99頁 上次是講到這個 色目嘛 色神 這個色術啊 大額無用 對不對 大額無用 閃目 不財之目啊 不財之目 就是因為不能成財成器啊 所以才可以成其大 才可以成其大 那我們人呢 就很容易因為自己的 才能太高啊 所以反而啊 但經節律啊 反而把自己的精神損耗啊 沒辦法又把自己的精神啊 都用在這個才藝上面去了 才能上面去了 沒辦法用來怎麼樣呢 開發良知良能 沒辦法成就大德 所以我們看這些老前人 他們一生啊 這些老前輩就不是說啊 我在社會上啊 轟轟烈烈 在道場上面啊 因為在社會上的轟轟烈烈 所以才能夠 把這個在社會上的這種 出類拔萃的才能啊 轉移到道場 就可以 公大 國大 沒這回事 秋秋冬檢然師 秋前仁 言訣大帝 他們都是這樣 現在我們香港的 兩位老前仁 無老前仁 他們都是整個生命呢 都放在道場 那有什麼特殊的才能 存心養性而已 啊 辦道誰不會辦啊 辦道是很簡單的事情 辦道不像社會上辦事啊 這麼困難 但是你要有信心要有恒心 這個很難 辦道就是一切 要有這種信心 這就是一切 不怨乎其外 我不會說在追求別的 我有道可以辦 我又滿足了 有這種信心很難 可是大部分把半道 把修道半道 是當做人生的一個點綴而已啊 或是當做人生的一個輔助而已 幫助我人生的 有百有保佑啊 有百有保佑啊 人家要保佑我更好 保佑我的世俗的生命更好 就是這樣 所以有沒有那種信心呢 修道半道一切都在裡邊 沒有多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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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求文打 也不求文明於世界 社會那麼龐大 世界這麼大 講到秋前這號人物 沒有人認識 講到秋秋冬頂安師這號人物 沒有人認識 講到我們天本的詹底蘭師 講到我們昌德老壇主 誰認識你 沒有人認識 天上的先佛認識你 先佛菩薩認識你 我們一般人很喜歡說把名片掏出來看看你的頭銜 我們倒心 明片掏出來 曝光建德辦事源 你也不好意思印這種名片吧 對不對 這下咪啊 所以 無所可用 是餘之大用也 無所可用 精氣層都沒有消耗 全部用來 存心養性 修道半道 哇 大人 對不對 這些老前輩就是這樣 他們偉大就偉大在這裡 而且 中期一生沒有退 積小而大 中期一生就這樣默默 他就算一個字不認識 慢慢成其大 像詹底蘭師 歸空的時候 歸空以後 他先生是一個很成功的企業家 他就很感慨的 先生 詹底蘭師一歸空 他以前覺得這是一個 就是 迷信的歐巴桑嘛 他歸空以後 他跟這個 現在領導 貴美點愛師 林領導說 我一輩子壓力沒有這麼大 從來沒有碰過 壓他什麼樣的人 在社會上 什麼樣成功的人物 他都看過 都接觸過 人家都對他畢恭畢敬 但是他從來沒有 這麼大的壓力 這個 林領導點愛師問他父親 說 爸爸你覺得 是誰給你壓力啊 就是你媽媽 他不曉得他浮出檯面 歸空以後才默默的 潛水艇浮出檯面 這麼大隻 沒有想到的 影響力這麼大 那那個人 是一個聰明才智一流的人 他發現 這個人對社會的影響 是這麼的大 救了這麼多人 影響了這麼多人 親口如數 俱惡向善 誰做得到 無所可用 乘於大用 這個是我們上一堂課的一個重點 所以我們道歉要擺脫這種觀念 覺得 阿修道 班道 阿修道 我們常常啊 會遺憾說我們下一代清皇不節 為什麼下一代清皇不節 就我們這一代啊 就沒有認為子女啊 修道半道是一件有出息的事情 你不這樣認為嗎 你總是希望說 修道半道上天保護我小孩子 將來在社會上成為一個 有社會名望的人 社會上的成功者 沒有人真正的 以自己的子女 成為優秀的道場的半道人才 為榮的 沒有 認為這個沒什麼好光榮的 這就是沒有 內心深處沒有真正的尊道貴德 沒有真正的尊道貴德 所以難怪清皇不節啊 那你就根本就不希望接起來 內心深處不希望說 下一代來走這條路啊 不希望 修一輩子糊塗道的很多啊 我就一輩子在道場 修道啦半道啦 但是內心深處並沒有說 這是一條非常高貴神聖的路 所以內心深處還是會覺得 我們的下一代 修讀得好 太大事 這比較重要 這個就是 這就是說 這就是 上禮坦哥我們講的文目啊 就是 劫出果實的樹木 就是希望人生有一個成果 社會上認同的成果 那你這個成果就變加把果汁 果汁把你收割了 然後呢 樹也把你措措掉 就是這樣子而已 好 我們看看 下一個 南伯子齊 由乎 由乎 喪之丘 南伯子齊啊 我們在 奇悟論 第二篇奇悟論的時候 有提到 他是寫南郭子齊啊 但是同一個人啊 就像我們說 孔秋啦 仲泥啦 那同一個 有道之士 南郭子齊就是那個 聽到天賴的修行者 由乎 喪之丘 他 到喪 這個地方啊 喪這個地方呢 應該也是在 河南 河南這個地方 現在的河南 以前商朝啊 就是在 建國在這個 河南這個地方 那麼 到河南這個地方的 山上 山丘啊 河南那裡的山啊 就是什麼 河南有很著名的山 就是松山 松山有少林寺 他那時候還沒有 松山這個名詞 見大木焉有翼啊 嗯 我看到一個大樹 覺得喔 很特殊 不同於其他的大樹 傑士千聖啊 傑士千聖啊 就是四匹馬 拉的馬車 一千輛 停在樹下啊 辟其所賴啊 就是他的樹蔭啊 可以把他們通通遮住 真是也未免太誇張 我就不相信真的有這麼大的樹 要長個幾萬年才長到這麼大 當然這是譬喻啦 說他哇 形容他的大 看他有多大 他這個主要用這個大木來形容大人 大人就是像剛才後學講的 詹典然師 他的 先生 是一個企業家 後來才發現 他太太的大樹 也可以鷹僻千人 對不對 一千個家庭 都在這裡面 這麼多的人 受到他的鷹僻 這就是 就像大樹一樣 用這種鷹僻 這麼多人 來形容大樹 像圓絕大地你看 這個大樹 到現在還在長 鷹僻的範圍越來越大 對不對 我們都在大樹下面啊 我們諸位前賢都在大樹之下 師尊師母更不要說了 道傳萬國九州 這都是 神 神木啊 都是神木 像我們神圍道場這麼大 誰辦出來的 很簡單嘛 沾了天恩師德 對不對 沾了天恩 天恩當然無所不在 師德 我們師尊師母的大德 那神圍道場 那陰僻的範圍 就不只是劫世千聖 對不對 那個很明確的啦 就不只劫世千聖 所以要知道 大道場 大聖人 大樹 是怎麼成就的 這堂哥來討論一下 是怎麼成就的 那時候紫棋就說啦 此荷木也在必有其 此必有益財富 他說這是什麼樹啊 為什麼可以長這麼大呢 此必有益財富啊 這個他的材質啊 一定和別的樹的材質不同 一定有益於其他的材質 就像我們說 喔這個人怎麼那麼偉大呢 他怎麼可以保護這麼多人呢 我們一般 道心會想 我連我家人我都沒有把握 說每個都保護到啦 對不對 我一家人小孩子 能不能各個 都能夠成才成氣呢 不要說成才成氣啊 各個都能夠平安無餘 平平安安快快樂樂樂 健健康康的 都沒把握了 何況說 這麼多人幾千人幾萬人幾十萬人幾百萬人幾億人 將來擴大要到幾億人 幾十億人 各個都能夠怎麼樣 去惡向善 超凡入聖 成為君子聖賢 影響力怎麼會這麼大呢 同樣一個人 保護自己都保護不了 還保護這麼多人 這個人 財質一定不一樣 對不對 一定和別人不同 一定有特殊的地方 大家都是人啊 為什麼有的人呢 自救不得 救自己都沒有辦法 有的人可以救這麼多人 同樣是樹啊 有的長那麼小顆 有的長那麼大顆 那樹的財質一定不一樣 所以他說此必有益財 道場也是啊 有的人就可以幫助這麼多人 有的人連幫助自己都幫助不了 一天到晚要求救的 一天到晚要告訴別人說 哇 我有事啊 我困難啊 快來救我 一天到晚 放出 SOS 求救的訊號 所以他就去研究這棵樹啊 必有益財富啊 就像我們說 我們來研究一下 哇 道場這些前輩 為什麼他們和別人不同啊 我們不能光說他們不同啊 研究一下他們為什麼不一樣 為什麼人家可以保佑人 而我們要被人保佑 為什麼是這樣子呢 我們不能遞引別人 還要被人家遞引 所以就走進這棵樹啊 好好來研究一下 不是光讚嘆他的大而已 你不能光讚嘆他偉大 你要研究一下 了解他為什麼這麼偉大 為什麼這麼偉大 結果養兒是其細枝啊 就抬起頭來看他的樹枝 則全曲 而不可以為棟梁 因為那個樹太大了 他的樹枝啊 橫的樹枝應該都很粗啊 結果發現他的樹枝都玩玩飄飄 就是說全曲啊 不是玩玩飄飄的 全曲的意思都就是說 他那個樹枝枝枝枝啊 中間那個都結球的 好像握拳一樣 那個梁啊不直 所以不可以為棟梁 你要當做蓋房子 棟梁 棟就是直的 梁是橫的 那些大的木頭 撐住屋頂的 撐住整個樹的 撐住整個樹的 要不撐住整個房子的 當柱子的 都沒有辦法用 然後低下頭來 釋其大根 這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果 就看他的根呢 就發現 他的心是空的 空心的 好像阿里山神木啊 中間的心是空的 樹軸啊 樹心已經 已經空掉了 軸解 不可以為棺果 那當然就不能當做棺木啊 那個以前那種獸材啊 大的那個棺材是要用 那種樹 樹的最粗的部分 樹根上來這個 這一段啊 來做的 然後舔他的葉子 想哇那這葉子摘下來了啊 看是不是能夠 來餵 這些 牛啦 羊啦 馬啦 那葉子可以吃的話也很好啊 像那個桑葉啊 可以養殘的 很多樹的葉子是可以食用的 結果舔他的葉子口爛而為傷 他有毒 舔了以後嘴巴會爛掉 然後聞他的氣味 那葉子戳一戳聞他的氣味 此人狂乘三日而不已 聞了以後好像喝醉酒啊 三天昏睡都醒不過來 所以一點優點都沒有 你要拿來做一點點用 說拿來做藥材啦 拿來做食物啦 拿來做棺木啦 拿來做棟梁啦 拿來做棟梁啦 找不到一點用途 所以這就是一個沒有用的東西啊 這有子齊就說啊 齒果不才之木也 他說這個果然啊 是一個不才之木 所以不才之木就是 沒有一點用途的樹木 不才之木 這是我們 其實我們人最怕被人家這樣評語 這幾口無口啦 無路用啦 這什麼都不行啦 所以此果不才之木也 以至於此其大也 所以才能夠變這麼大 才能夠有這麼大 接護神人啊 以此不才啊 他說他就很感慨的說 啊 這個真的是就像神人一樣 以此不才 這個樹是神樹啊 神木啊 這是神木 就因為他的不才 所以才可以變這麼大 他說宋有 金氏者 他說宋國有一個姓 姓金的 專門種樹的 一丘柏山啊 很會種這些 丘樹啦 柏樹啦 山樹啦 那這些樹其實都可以長很大的 可是呢 拱靶而上者 求居侯之意者斬之 這個樹有的當 光長到這個拱靶 拱靶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手啊 圍起來這麼粗的 誒 求居侯之意者斬之 就是那種要做 官侯子的 龍子的 做獸龍的 做獸龍的這些人啊 就是說誒 這個粗戲剛好拿來做 拿來做龍子 做獸龍 做這個官侯子的龍子 就把它斬下來用了 三維四維 求高明之力則斬之 它的樹長長得很大 長到三四個人啊 所以三維四維 就是三四個人圍起來這麼粗 這個時候求高明之力 什麼叫高明之力 就是蓋大房子的 高的房子 蓋高房子的 要做棟梁的 然後就把它斬去用了 就把這個樹砍去用了 七維八維 七八個人圍起來那種大樹 貴人負傷之家 求散旁者斬之 有錢人啊 有地位的人 那麼他們要做那個授材啊 做棺材的 以前有錢人都是先把棺材準備好 因為那個樹難求啊 不是棺材難求 是樹難求 要找到這麼大的樹 七八個人圍起來的樹 才適合做這個授材 不是光粗就好 他要很結實啊 那授材要放在土裡面 多久都不會爛的 我們是台灣才有說 撿股啊 大陸上沒有撿股這回事 台灣撿股 那是因為說 撿的股 因為台灣人是唐瞻過台灣嘛 撿的股由將來要回大陸去的 當然後來也沒回去 所以將來我在台灣來 討生活嘛 將來還要回大陸去 落葉歸根啊 所以說 三年以後就把它 裝在這個骨灰潭裡面 準備帶回去 在大陸上不是啊 大陸上那個墳墓進去 沒有撿股的 所以他那個要求天堂地久 棺材在裡面啊 從都進不去 他不會住的 從都進不去 故為終極天年 而終道腰於腐筋啊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 永遠都不知道他自己會長多大 還來不及長到說 他的歲數啊 他還沒有活夠他的歲數 也許這些商數啊 柏數啊 他們活到他們 他們應該都可以上萬歲的 神木幾千歲的啊 幾萬歲的啊 他活到上萬歲 他可以長到多大 你沒辦法 不可測度啊 可是他來不及長這麼大 十幾年 最多幾十年就被砍掉了 所以中道腰於腐筋啊 此財之幻眼 就是因為他是 好材料嘛 他可以用來 有用途嘛 因為他有用途 所以他會惹來這個災患 就被用掉了 這要財之幻眼 所以不要瞧不起這種不財之人啊 不要瞧不起這種不財之人 神人也 皆乎神人 沒有用 沒有用可以修道啊 就怕你沒有用自暴自棄 沒有用你沒什麼好炫耀的 謙卑 謙誠 最好 修道最好 然後精細神呢 都不會善失掉 聚精會神 故解之以牛至白賞者 這講什麼呢 就是以前古代 在那個時代還有啊 那個時代還有什麼 還有 那時代就是很怕這個 河水混濫 混濫成災 混濫成災那個 很像以前洪水嘛 大洪水 就河裡面都有一些神啊 河神 所以這個河神呢 要送犀牲 以前講犀牲 就是這個意思 要送犀牲 犀牲呢 就是 就是這些 牛啦 豬啦 羊啦 甚至人 要犀牲呢 來祭神 祭這個河神 要不然他 犀牲成災 他要奪走更多的人的 性命 更多的牲畜的性命 所以你就用 你可能一年用一頭豬 一頭羊 一頭牛 或者更嚴重一個人 的性命呢 犀牲去祭神 那他就不用來取了 取這些性命 以前那些 那種 那種山川之神啊 有時候很殘酷的 這個殘酷也不見了啦 因為帝王也是這樣子 帝王甚至他為了要蓋一個什麼萬里長城 要死多少人啊 同樣這些山川之神 他要取這些牛啦 羊啦 豬啦 的人啦 甚至人的靈啊 去為他所用 他也需要有侍從啦 就像帝王要有侍從 將軍要有侍從一樣 他們也需要有侍從 所以有些會大量來取性命 然後製造很多的災害啊 來取性命 所以這個時候呢 就會有這種通神的這個神污啊 他知道 所以原住民有這種啦 所以人頭祭嘛 對不對 就是要殺人 出草啊 然後來祭神 要不然的話說 神會降災害 讓他們部落裡面死更多的人 所以他們不是因為仇恨去殺人喔 他們是知道要找到犧牲者 找到犧牲者呢 來救 殺人是為了要救人 他們是這樣 要救整個部落 沒辦法 有很多那種神 神力很強 你鬥不過他 你必須要跟他妥協啊 就只能說 以小換大 所以不要認為這些東西很荒謬啊 他有他的道理在 所有全世界 所有的原始部落裡面都有這種東西 全世界所有的 這個古老的文化裡面 都有經過這個環境 後來就因為有大德者出現以後才化掉 要不然我們都被這些神靈啊 所控制的啊 山川這些有力量的 有神力的神靈控制的 就像我們以前被帝王控制一樣 帝王要你活就讓你活 要你死就讓你死 滿門操展就是一句話而已 同樣那個神明也是一樣啊 那時候的神靈也是一樣 那種山川之神啊 也是也是這樣子啊 山川之神不一定是仁慈的 有時候也是很殘暴不仁的 看你碰到仁慈的神還是不仁慈 不管他仁慈不仁慈 他有那個福報嘛 他在這邊做神 這段時間他有這個福報 他就可以要你 要你的命 所以就要去討好他就是獻祭 所以這我們解釋一下他這邊 他這邊講起來就一句話待會 因為那個時候是很平常 一講大家就知道 現在沒有這種事情 所以解之以牛 這個解之以牛 解之與人 解之與屯 意思就是說 就是把這個 把這個牛啦 羊啦 豬啦 人啦 當作獻祭 來解 解是什麼 我們台灣人講化鈣 有時候化解 那現在我們就說 哎呀燒什麼金子啦 不過還是有啦 還是有時候要 要獻什麼 豬啦 這個雞啦 鴨啦 這種的 三生嘛 還是有時候要拜三生的 但是以前呢 他 你要化解啊 你要 醉蓋啦 叫醉蓋 季解 就是獻祭來解這個災惡 就要季解 季解呢 碰到牛啊 白嗓 就是牛的額頭是白的 所以不吉利 這個牛 這個牛 頭是白的 代表這個牛不好 不吉利 他一定要這個 牛的這個毛啊 是純 最好是紅色的 紅色的毛 赤色的毛 那是最吉祥的 純之抗鼻子 或這個豬啊 那個鼻子是翹起來的 要抗鼻 一般豬的鼻子是這樣子嘛 他是這樣翹起來 不過他那是 他那是故意去做的 你純之抗鼻子 還有人呢 有痔瘡的 有痔瘡的 這些都是所謂說 簡單的說 爛咖啦 就不是頂級品 都是劣質品 所以呢 不可以四核 不可以送到核裡面去 即和神的 此皆烏助之以 以知之也 所以為不祥也 所以這些都是不吉祥的 不祥之人 不祥之獸 不祥之牲畜 不吉祥的 這是神烏啊 烏助就是講這些通神的 這些神烏啊 施助啊 他們都很清楚 因為那些三核之神 他要的是很完美的祭品 有缺陷的他不要 要不祥也 但是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 可是神人就是 這個神人就講的是聖人 將來要做先佛神聖的 先佛神聖呢 就知道 這是大大的吉祥 因為才可以保護自己 不要被人家犧牲啊 不要被犧牲掉 之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 我想到我高中的時候 有一次那個自習課啊 自習課我就在看這個 莊子 看著看著 我們學校 我們學校 那堂課自習課的老師啊 就走到後學生邊啊 看你 所有學生都在那邊講話啦 只有你很認真在看出這個學生用功啊 不錯 就跑過來看 在我旁邊看 看了半天說 你這什麼書啊 我說莊子 哎呀 落武啦 讀這個書沒有用的啊 你讀這個書 將在社會上要做什麼用途 沒有用的啊 老是勸你啊 英文數學讀好一點啊 沒有用 無用的書 無用之書啊 就我高中的時候讀的莊子到現在還用得上 對不對 還用得上 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 對不對 先佛菩薩就專門給你這些沒有用 沒有用的東西啊 在社會上的人來看 什麼倫語啦 孟子啦 四書五經 佛經 都是沒有用的啊 有什麼用 勸人修身養性有什麼用 不能拿來賺錢的嘛 簡單的說 對不對 所以說 凡以之 集 聖 以之救啊 聖人認為是不好的東西 就是什麼 凡夫俗子認為是好的東西 凡夫俗子認為雄厚的 所以我們要知道聖人認為什麼不好 那就是世俗的人認為好的 為什麼呢 賞完讚 優卑 優卑 長久啊 世俗人認為好的什麼 豪宅啦 名車啦 是不是 這世俗人認為好 我有一個朋友 中期一生不斷的積蓄 買了一個豪宅 喔 後來他把他賣掉了 要 要管理那個豪宅啊 你沒有請三個人是不行的啦 請三個人要管理那三個人啊 問題可大了 你也沒有那麼多錢啊 所以你不是光豪宅就好了 你要怎麼管理他 怎麼維持他 啊 所以你剛住進去高興啊 賞完一時啊 那你 憂愁苦惱的事情可多了 對不對 所以優卑長滿腦了 對不對 所以金玉滿堂末之能守 世俗人認為好 就金玉滿堂 但是你守得住他嗎 你得到這個以後 你還要很多附加的東西啊 你不能光有財 你要有事啊 對不對 你要有事啊 所以說 凡以之急啊 勝以之救 聖人都認為這個東西 隱藏了好多的災禍啊 快樂一下子而已 痛苦可多了 所以最好你們家裡面 不要有那種珍貴的東西啊 可以拿出來賞完 最好是 要不然你整天出門都會擔心啊 戴在身上也被搶 怕被搶 換在家裡怕被偷啊 名車 最近不是有個五月天那個 那個鼓手買了一輛張車 哇 這叫優杯長酒 你看 那時候他買真 他買一手 他不要買這種張車 他的張車買一百多萬啊 B&W啊 但是那個 車主買的時候是什麼 四百多萬啊 連裡面的裝潢啊 五百多萬耶 五百多萬的車子 開不到一年就被偷走了 對不對 看你苦惱不苦惱 所以偷走還好啊 偷走就苦惱一年而已啊 你開個五年你就苦惱五年 對不對 一定是這樣子的嘛 鬼缸刷的蛋啊 所以這就是所謂的 神人之所以為大祥 就是世間認為不好的東西 對這個跟我是相反的 凡以之急 聖以之救 聖以之急啊 凡以之救啊 聖人認為是 哇 安平樂道最好了 對不對 長得貧窮醜陋 那最好的 就修道啊 這也不會來管你了 沒有什麼才能 因為最好的來修道 沒有貪心妄想的 沒有什麼好妄想的 除了修道沒有別的路走了 最好是這樣 因為很多 派來人都是這樣的 除了修道他沒有別的路走 沒有別的路走 所以他就可以成其大 他就成為一個大得者 不是說我們又真的要像樹一樣 長這麼大 活這麼久 重點不在這裡 重點是在 你那種 大德 可以全面的給他 良知良能 全面啟發出來 這是最重要的 那就是不要去跟人家比才藝啊 比能力啊 比成就 不要去比這些東西 道場裡面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在道場是沒有用的 沒有用途的 如果生中一樣 誰能去跟某個... 這一來 哇 如果是你們宣布的事情 它有什麼東西 是一來 正手 老壇族 要到日本就去日本 要到英國就去英國 得義生生 意念到哪裡 法生就到哪裡 這是所有科技都做不到的 再高明的科技都不可能 但是我們每個人都有這種能力 意念到哪裡 你都付持的力量 加持的力量就到哪裡 不一定死了 在世的時候就可以了 你有沒有修到那裡而已 你就可以庇佑人 吾遠伏界 好 我們再來看下一段